贫血是一种相当常见的疾病,通常大多数的贫血是营养性贫血,比如缺铁性贫血,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有30亿人不同程度贫血,每名因患贫血陨着各类疾病而死亡的人数上千万。 中国换贫血的人口概率高于西方国家,在换贫血的人群中,女性贫血高于男性,老人和儿童高于中青年,过去贫血的主要原因是营养不了,近年来因为减肥而造成营养失调而造成严重贫血的人群又占了一大部分。 贫血的一般表现是批发困倦,软弱无力,严重的会出现低伤,但是因为贫血引起的各种更严重的疾病有很多,那么贫血的人可以吃什么来改善一下这种情况呢? 女人贫血老得快,把种天然补血品换着吃,越吃气色越漂亮第一,乌鸡,乌鸡可以调精润肤,抗衰老,可以算是不错的补血选择,用乌鸡包糖对女性特别好。 第二,当归 当归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药材,有非常好的补血效果,可以把当归和黄旗一起服用,效果会更加好。 第三,红枣,红枣可以说是补血的盛品,红枣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基酸和维生素等,可以起到很好的补气养生的效果。 第四,鱼胶,鱼胶也有补气血和养容炎的效果,所以如果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气血不足想补血的话,可以多吃一些鱼胶。 第五,黑芝麻,芝麻可以入肝筋,肺筋和肾筋,所以平时多吃一些黑芝麻,可以起到补血淋漠的效果,因为黑芝麻具有增强生生血,以及肝藏血的作用。 第六,红豆 红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补血效果非常强。 另外红豆,有活血排能以及精热解毒的功效,经常吃红豆可以补血,还能沥水消肿。 第七,萝卜 萝卜非常有益,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铁元素,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有非常好的补血效果。 第八,南瓜 南瓜含有的胺基酸,可以帮助人体制造血红蛋白,补血效果非常好。 在饮食方面,我们要注意少吃油炸食物和不好消化的食物。 使用油炸食品一方面身体所含的大量营养成分被破坏,另一方面油炸食品在肠道里,不易被消化吸收,停留在肠道,引起肠道渗透压的改变,造成肠道功能紊乱,反过来又影响肠道吸收营养。 不易消化的食物同样也极易,引起消化功能的紊乱,导致营养吸收不良,另外平时要保持心情舒畅,避免剧烈活动,劳累,行动时动作放缓,以免产生急性脑缺血而约导。 感谢大家阅读营的文章,更多关于健康的小知识,欢迎大家留言给慧营我。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